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UPZOOT的频道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装机的教学视频 然后我也好久没有拍这期视频了 那么这次也是请了拖拖来拍 首先这个处理器是MD5700G 虽然没有我之前买的11700K 还有那个5800X那么好 但是至少它有个核显 它内置的一个核心显卡 VGA8的核心显卡 那么你们也知道 我之前也把那个3070Ti的显卡 6000多块钱卖掉了 然后卖了那个显卡就买了这个 买了这个手机 这个三星的S21 前几个月的时候 5000多块钱的显卡 涨价到1万多块钱了 很多人会选择买这款处理 其实因为可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显卡嘛就缺心 再加上那个矿潮 再加上疫情 所以说才会那么贵 那么呢 主板的话就 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ROG的玩家国度 华硕RG5B50i 然后内存的话 这是我2016年买的 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DDR4 8GB 两根 总共16GB 然后我之前也有一个 自欺的皇家机 16GX2 就总共32GB 也被我卖掉了 我清几天也买了 最新的12代处理器 12900K 还有B 还有J690i主板 但是呢 由于买不起内存 而且也买不到 最新一代的16GB 一条就1000多块钱了 然后两条就 两三千块钱 然后皇牛呢 还叫五千块钱 就是 光卖这两条就能卖五千块钱 真的是理财产品 这个处理器刚到货了之后 我才意识到里面有一个 散热器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买散热器了 而且我之前的散热器都卖掉了 然后现在就将就的用吧 行 我们这里面拿到个 这就是处理器 贴纸 说明书 原装的散热器 铝制的 铝底的散热器 然后还有已经预涂了硅脂 性能不杂力 但是可以将就的用 接下来是主板 华硕的散热器 好好去玩家国度 这是主板本体 要注意的时候 这个禁键它没有封条 如果有封条的就是假货 华硕的主板都不带封条的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配件 爱物档板 那个N.2的螺丝 还有蓝牙 WiFi 一些螺丝 SATA数据线 螺丝 然后这是音频线 就是Type-C转3.5毫米的 很行进的一条线 然后这个是那个 灯效 RGB的 延长线 这个的话 我这个是跳线 就是主板机机箱的跳线 延长线来的 这个SATA数据线 炸弹 光盘 还有一张感谢信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明书 还有贴子 东西非常的多 说明书我要留的 待会要看 这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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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待会可能要用到 这个可能要用到这两个 我要用到的就这几个 我先收拾一下 这是静电袋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盒子里 这B550i呢 它这里我意外的发现这两个风扇 但是我挺担心它的说明的 因为这种小风扇很容易坏掉 然后呢 它这个是MD的插槽 处理器插槽 然后这是MD2过态插槽 还有显卡插槽 然后这个是CPU直连出来了两条 都是PCIe 4.0 后面的这个固态的插槽 则是PCIe 3.0 这个是从芯片组分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插槽 这两个插槽是直连CPU的 后面这个是芯片组分出来的 然后这两条内存插槽 还有主板的供电 处理器的供电 然后还有硬盘的接口 前置的USB接口 还有Type-C的接口 这后面的话倒是有点丰富 DP、HDMI、USB 还有这个是升级BIOS用的 然后还有USB3.2G1 不知道是G1还是G2 我还没看说明书 这是2.5G的网口 还有WiFi蓝牙 还有音频 音频下面还有Type-C 下面这个是Type-C的音频接口 就是有的耳机 它是Type-C接口的 或者说刚刚有展示一个转接线 就是Type-C转3.5毫米 然后就可以接普通那种3.5毫米的耳机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过来 清装处理器 这个拉杆拉起来 然后打开处理器的时候 小心一点 这下面很多黄金的针脚 这个针脚不要弄断了 弄断了这个处理器就毁掉了 这个是5700锯 装处理器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这里有个三角形的小箭头对吧 然后这个主板的这个插槽 有个三角形的小箭头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箭头对着这个箭头处理器这么 放下去就好了 OK 放好的时候稍微晃动一下 确保已经放稳了 然后 拉杆压下去 这样子就装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装一下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 已经是预涂硅脂了 然后就 我可以不用再涂硅脂 本来我有准备这个暴力熊的硅脂 这也是乔斯伯送的 刚才闪了一下 没有那个低电量提醒 你自己剪掉 本来我还准备了这个暴力熊的硅脂 这也是乔斯伯送的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硅脂配不上这个散热器 这个硅脂要一两百块钱 就两克这么一小罐 然后 我也可以展示一下 用这个利民的贴符把硅脂怎么涂 也可以 涂一个X型 用枕头 涂个X型 如果你只涂一个黄豆大小的话 你散热器压下去 它 它没有办法完全覆盖 或者说 你手 手法好的话 可以 挤一点 然后用这个 小瓶厂 把它 均匀抹匀 0.5毫米厚度就好 如果你要装其他散热器的话 其他牌子散热器的话 这两个是要拆掉的 后面这个背板就不用拆了 线不够长 算了我还是这样 放上去之后用螺丝刀锁住这四个螺丝就好 然后把这个线藏起来 这样子就装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装一下内存 内存很简单 拔开这四个卡扣 然后它这个是有个缺口的 缓带缺口 我应该先装内存再装这个的 我们先装这一条 放上去 就好了 没想到没有挡住 这个散热器差点 如果这个内存再高一点的话 它就挡住了 就冲通了 很尴尬 好 谢谢 两条内存就装好了 接下来装下固态 它这后面是有一个硅垫的 硅垫上面有一个保护膜 可以撕开 它是做导热用的 把那个芯片 固态硬盘上面的那个热量 导热到这个散热片 然后再挥发出去 然后它这边呢 已经有一个支撑的 所以说我就不用再贴一个支撑的 我这个呢 是三星的PM9A1 也是最新一代的PCI4.0固态 读取速度可以达到6.8GB每秒 然后固态 就这么写到45度 插进去 放下来 锁上 不用锁太紧 免得划压 在原封不动的装进去 有点类似于佳汉堡 然后这个眼睛它是不会亮的 不会亮的败家之路 好 先把它 哦 还有一件事情 背面还有个固态 等等 如果要做的话我还需要这个 我这个是PM981A 1TB的 这个是2280长度的 也就是说我待会同株药放在这个地方 用锁就好了 本来我还有一个内六角的螺丝是可以锁这个 但是也没有什么必要 这个机器 最好不要把固态装到背面 因为风基本上吹不到这里 这个会非常的烫 特别是如果你这后面 特别是如果你这后面有一块显卡的话 这个可以打到60多度 这个机箱呢 这个是乔家一屋的i100 Pro 这也是之前乔斯伯经理送的 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机箱 推进好了 看你这样子 这就是这个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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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浪费的 这里的这个机箱 这就是这个机箱 这就是这个机箱 大家需要的 这就是这个机箱 这个机箱 你这样子 我可以可以了 这裹件盒里面 我就不展示了 因为之前我有拍过这个视频 我这次要用到的是这一个东西 还有这个 这四个角 还有真高 处理这个机枪的时候 小心点 这是干化玻璃 我之所以先做这个角纹 是因为这个铝合金 它会刮伤这个玻璃 这个是 这个桌子 它的材质会刮伤 这个是磁性的 上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玻璃拆了 玻璃有两个螺丝 总有四颗螺丝 太贴心了 送了这个盒子 这样的话就被弄丢了 我玻璃的螺丝放这里 小心处理 接下来我把这个后窗给换了 它这个后窗是针对A4结构的 我这次要用那种直插结构 不过首先我还得把这个盒给卸了 你可以坐下来 或者说你可以找个角度 舒服一点 这个是之前乔斯波A4机箱 遗留下来的 我还没有拆掉 这是上一个机箱的延长线 还有 这是中间的螺丝 中间 这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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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左边的右边 你看这五颗螺丝 一二三四五 也是一样长度 A4结构换直插结构 就是这么的容易 这样子 然后这个铜柱的话 我还得换一边 好 接下来装定了 电源的话 我用的是海盗床的SF750 这个是镀影的模组线 然后不知道怎么选电源的话 很好办 如果您要搭配30系的显卡的话 最好上750瓦 因为你可以看到750瓦 它这里有四个接口 像我之前的1170K的处理器 两个CPU供电 然后两个显卡供电 也就是这四个接口全部用完了 我之前的电源是SF600瓦 600瓦只有三个接口 所以说另外一个接口就没有了 就没有办法开机了 所以说我就换了这个750瓦 锁电源我一直都用的是这种红色的电片 再加上螺丝 这样的话就会划伤这些不锈杆 不会划伤这些铁的漆 不会刮漆 下面已经锁进去了 可以锁进去了 就这样吧 其实理线我可以最后再弄的 哦,对了,我没有显示卡 所以说我可以去掉两条线 这个我记得其中一个是CPU的 这两条可以去掉 这个也不需要 这样事情就容易很多 然后待会这个就直接穿过来 在这里 这样也是 其实我太着眼线了 这样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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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电源线 就是后面这个电源线 直接接到这个电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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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太粗了 如果有炸来的话 手持的话就可以照到这里 你不想让我照顾 你不想让我照顾 应该可以 装足板之前 把这个IO当板 这样子 好 好 同样的手持的话 也是用这种电影片 再加上螺丝的组合 一开始不用锁死 OK 然后我这里还准备了三个HF120的 这也是乔斯波送过来的 送车的 新的风扇 长得很像猫头鹰的A12 风扇都很密集 它有检测店 但是我现在就先不装上去 时间关系 好 好 你可以注意到其中两个是3PIN 一个是4PIN 因为一个针脚是用来测速的 不需要同时都测速 这样会冲突 不用管后面怎么样 这没有够干净就行 这没有够干净就行 我们先上机看一下 我刚忘了转彩机 这个是用来录视频的 没有显卡 用拆净也是可以的 我希望5700G的核显 应该带得动这个拆净 如果待会点亮不了 我还得把它拆下 我现在希望它可以亮 这个我先不装 有点亮屏幕 进去了 5700G 16G的内存 F1 我才意识到我这个差处像 应该 真的 sorry 那这就好了 难怪 F1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BIOS的后台 然后我们先改下语言 改成中文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 我看一下这个风扇 一个频率 然后44度 我看一下100%的转速是怎么样 还行 挺安静的 他就20%的话 我就45的转速 然后50度的话 就 不小心 50度的话 就60的转速 70度就100的转速 行 就这样 然后还有个机箱风扇 机箱风扇也是一样 这个这三个风扇 我也干脆用温控模式 或者DC 讨速电压来调速 依据的 依据的是CPU温度 根据CPU温度来调 最低转速100 这个手动 转了 我看一下百分百转速 什么样 起飞了 不过这个噪音 这噪音也还行 90呢 80呢 70稍微安静一点 那我干脆 80度的时候 80度的时候 80到处 就这样我先保存退出 然后 装个系统 我记得是要F8还是F9 试试看F8吧 然后选择用U盘启动 就是VONUS10 这次4K分辨率的时候 我显得有点小 先让我安装 我没有藏给你用 到时候我登录我自己的微软账户 就可以自动激活成正版了 因为我的微软账户和数字权力 已经绑定在一起了 我登录我的账户就可以激活成正版了 当它百分百第一次重新启动的时候 就被拔掉U盘了 就是现在立即重启 就被拔掉U盘了 就不再需要这个U盘了 本来那里面有天线的 加了天线的话 就使外外的星空会更好一点 这是我党的装 来装好了 我玩就把那个滑速的这个 回线盘给换掉了 然后再刷 然后分辨率的话 U盘卡 Z150 4K分辨率 上把摄影上压用力 它这个驱动很多状况 因为没有完 我先把电脑搬到那边去 连完 然后就可以把你这个手机的 视频传过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